桃園市交通警察大队表示 今年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圆站 将在3月11号登场 赛事延续基点路线 从桃圆市政府出发 经台三市七十五六一六六线 等十个行政区道路 最后抵达终点脚板山仁爱停车场 总长大约123.79公里 2024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桃圆市站 于113年3月11日举行 警方为确保各国参赛选手 安全并减少交通影响 将建制联合指挥所 并由局长亲自坐证 强化指挥及勤务运行 及时传出现场 比赛影像至指挥所 全班掌握竞赛状况 并实施精准式交通管制 在选手车队即将抵达前 才实施交通管制 车队通过5至10分钟后 及解除管制 以减少用路人等候时间 为了确保赛事圆满顺利 维护选手和用路人的安全 警察局将在3月4号上午10点 举办实经演练和实施交通管制 将针对无实体分隔导路段 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 有实体分隔导路段 才顺向严格管制 对向开放通袭来确保竞赛安全 今年赛事自桃园市政府出发 经台山4、7、15、61、66线 等10个行政区道路 最后抵达终点 脚板山仁爱停车场 为确保大型国际赛事 圆满顺利 警方将于3月4日 实时举行实景演练 将针对无实体分隔岛路段 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有实体分隔岛路段 踩顺向严格管制 对向开放通行 以确保竞赛安全性 办理国际及赛事是国家荣誉 也是台湾之光 希望民众给予热情与支持 耐心配合管制 警方将尽力缩减管制时间 另外详细竞赛路线 时间可制 2024国际自由车 环台公路大赛官网查询 交通警察大队表示 比赛当天也请用路人 给予热情与支持 配合管制 详细的竞赛路线时间 可以到2024国际自由车 环台公路大赛官网查询 记者东云飞桃源采访报道